小鳄鱼边唱歌边洗澡 浴室里突然闯进来一个女人 她吓得失声尖叫 把手里的扫把直接往她身上一丢 头也不回地跑下了楼 她以为小鳄鱼会伤害自己 没想到小鳄鱼秀起了厨艺 她还一边做饭一边唱起了歌 不仅如此 她还拉着女人跳起了舞 女人感觉到了小鳄鱼的善意 配合地转了个圈 接着还穿起围裙跟小鳄鱼一起做饭 在俩人的默契配合下 最后做出了一个他们的同款蛋糕 儿子杰克一开门 看到这神奇的一幕惊呆了 她没想到母亲和小鳄鱼相处得这么好 莱莱是杰克在自家阁楼上发现的 第一次看到时以为是个标本 没想到有一天晚上 她正在卧室看书的时候听到了声音 她上楼一看 发现莱莱居然是指针鳄鱼 她吓得跌倒在地 猫咪为了保护主人 恶狠狠地朝莱莱扑过去 莱莱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猫咪想刹车也来不及了 就这么进了莱莱的嘴巴里 被她一口吞了下去 杰克惊呼了一声 莱莱自知自己闯了大祸急忙逃走 杰克立马追了上去 眼看着就要追上 莱莱搜的一下钻进了下水道 杰克追过来的时候 莱莱已经逃进了小巷子里 乌气麻黑的小巷子什么都看不见 杰克只好用手机照亮 谁知一个流浪汉突然出来 他看中了杰克的手机便要抢走 杰克害怕极了 这时莱莱挺身而出 朝着流浪汉吼叫了几声 被喷了一脸口水的流浪汗吓得转身就跑 杰克十分惊喜感谢莱莱的帮助 莱莱把吞下的猫咪吐了出来 湿答答的猫咪还没有些不爽 莱莱十分愧疚 她本无意伤害任何人 却不小心干了坏事愧疚地跑了 小猫咪失而复得 杰克高兴极了 她知道莱莱心地善良 于是邀请她一起回家 此后杰克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莱莱身怀绝技 会带她玩豆她笑给她唱歌 杰克感觉自己幸福极了 却不小心让母亲发现了莱莱 她推着儿子迅速逃跑 不管杰克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 莱莱为了拦住他们 跑到了窗户外面 然后又跳了进来 把母亲吓得跌倒在地上 莱莱为了不让母亲继续害怕她 她拿出了自己的绝活 展示了自己动人的歌声 杰克十分开心 却发现母亲被吓得更厉害了 不敢相信眼前这条鳄鱼竟然会唱歌 她坚决不让杰克收养莱莱 尽管杰克再三表示 莱莱不会伤害人 母亲却依旧觉得鳄鱼就是鳄鱼 她太危险了 杰克拦住母亲告诉她 莱莱曾救过她的命 而且有了她的陪伴 让自己不再感到孤独 母亲突然心软了 送杰克去学校以后 她拿起扫帚准备跟莱莱决一死战 没想到意外发现了莱莱的可爱 她会给她唱歌跳舞 给她做好吃的 于是母亲接受了莱莱 等杰克放学回家后 发现他们相处融洽也十分高兴 白天杰克去上学以后 母亲就会陪着她 给她画画陪她玩耍 母子俩跟莱莱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 但很快父亲回来了 她发现了母亲和杰克的异常 于是母亲决定把真相告诉她 鳄鱼正要吃一个小孩 母亲看见了被吓得失声尖叫 她拉起儿子赶紧逃跑 没想到鳄鱼拦住了他们 她不会说话无法替自己解释 只能给他们唱歌 母亲被她打动了 让她留了下来 结果被丈夫知道了 他们刚打开儿子的房门 就看见鳄鱼从浴室出来 丈夫被吓坏了 拉着母子俩赶紧逃跑 尽管母亲向她解释鳄鱼没有威胁 丈夫还是非常害怕 这时莱莱发现男人以前是摔跤手 于是她学着摔跤的样子准备讨好男人 男人假装跟她周旋了一会后 趁机跑下了楼 结果在门口碰到了魔术师 魔术师惊讶地发现莱莱已经长这么大了 因为莱莱是她最先发现的 那时候莱莱还是小只的 她听到了莱莱动听的歌声 决定把她带回家 她弹着钢琴给莱莱伴奏 试图让莱莱跟着她一起唱 但莱莱根本不理她 还打了和喷嚏掉了下去 魔术师十分无奈 她看见莱莱动得浑身发抖 于是解下自己的围巾 给莱莱围起来 莱莱感受到了她的善意 于是开口唱起了她刚教的调 魔术师十分惊喜 她坐在钢琴前唱起了完整的一首歌 莱莱的悟性非常高 听一遍就会 还能跟着魔术师一起跳舞 慢慢地他们越来越默契 跳起舞来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 魔术师打算带着莱莱一起上台表演 由于魔术师很穷 之前的租金还没给 老板不想租给她 但这次魔术师拿出了自己房子来抵 交易就此成功 到了演出当天来的人超级多 莱莱有些怯场突然唱不出来 魔术师在一旁竭尽全力地引导她 努力地大汉淋漓 莱莱终于开了口说了一声啊 观众们全都在嘲笑她 这场演出以失败告终 回到家里魔术师一个随身听 还有那条围巾送给了莱莱 由于她的房子被抵出去了 她只能离开 留下莱莱在这阁楼里 直到一年半以后 杰克一家搬来了这里 莱莱和杰克一家成了好朋友 再次和魔术师相见 莱莱很不高兴 因为她觉得当初是魔术师抛弃了她 魔术师以为莱莱忘了她 尝试用节拍唤醒她的记忆 果然小鳄鱼听到节奏声 身体就不自觉地跟着跳动起来 魔术师又继续拍打 调皮地拍了两下屁股 莱莱激动地从楼梯上滑了下去 直接把魔术师扑倒在了地上 虽然魔术师被压得喘不过来气 但她很高兴能和莱莱重逢 之后他们还给杰克一家 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他们的默契不减当年 精彩程度依旧 魔术师以为莱莱已经克服了舞台恐惧 决定带着她再次去演出 但莱莱还是那样 一旦舞台上就紧张 根本唱不出来 魔术师和莱莱都很沮丧 结果第二天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相关部门上门抓莱莱 因为他们接到消息 说杰克家偷偷养了鳄鱼 于是要把莱莱抓走 鳄鱼是这家的爱宠 却被警察用枪驱赶 小男孩为了不让他被抓走 让鳄鱼一盏割喉 但他却摇了摇头 这时警察的麻醉剂将他击倒 随后他被警察抬走 莱莱并不是普通的鳄鱼 他有智慧有情感 还有一副好嗓子 可人们却无法接受一只鳄鱼 出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于是莱莱被关进了动物园 杰克早就在莱莱的陪伴下 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于是跟父母一起来动物园看他 当他们伸出手指碰到一起时 赶来的饲养员制止了他们 男孩请求父母把莱莱救出来 但动物园有规定 他们也没有办法 杰克一激动静晕了过去 同样不舍得还有魔术师 莱莱是他一手养大的 于是他找到了杰克 他们决定一起去营救莱莱 趁着夜色来到动物园 魔术师给保安表演了一个魔术 然后把借机把他锁在门上 拿走了钥匙 魔术师趁机爬进园区 他轻轻呼唤莱莱的名字 却引来了其他的鳄鱼 就在魔术师无处可逃的时候 莱莱及时出现打跑了其他鳄鱼 于是他们成功从动物园里逃了出来 结果一出来就发现他们被警车包围了 正当他们手足无措的时候 杰克突然看到一个节目的决赛直播 他们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魔术师放出一团烟雾 杰克和莱莱趁机跑走了 又晓得杰克大胆地骑上了摩托车 载着莱莱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准备前往直播的现场 好不容易到了地方 摩托车裂开了 莱莱被甩了出去 好在没什么大事 他们马不停蹄地跑进后台 所有人看到莱莱都害怕地往后退 杰克为了证明莱莱没有危险 他拉着莱莱走上了舞台 让莱莱给他们表演唱歌 评委们和观众都害怕地缩了起来 警察也赶来了这里准备抓捕莱莱 杰克为了给莱莱撞板 主动拿起麦给大家唱了一首 尽管五音不全全程跑掉 杰克依旧坚持唱着 此时莱莱也终于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抢过话筒开口唱起了歌 他的歌声一出震惊了评委 让乐手张大了惊讶的嘴巴 选手们对他肃然起敬 眼里全是惊艳和赞赏 就连警察都放下了手中的枪面面相去 莱莱在台上尽情地唱着 发挥了他全部的实力 他站在舞台中间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选手们都自发地上台帮莱莱伴舞 观众和评委也都听嗨了 起身随着音乐一起舞动身体 这场直播也让全球人民 都见证了莱莱的高光时刻 他们都在被莱莱的歌声所吸引 电视机前的魔术师也看到了莱莱的精彩表演 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莱莱和杰克站在舞台中央发光 最后一个高音结束了表演 得到了现场所有人的欢呼和喝彩 一个月后法庭上 杰克的邻居依然坚持居民家里不能养鳄鱼 这时魔术师进来了 他拿出了一份证明 这是政府为他的奶奶颁发的 因为他的奶奶成为这座城市做出了特殊贡献 相关部门曾特别豁免他们的房屋内 可以饲养任何真奇异兽作为宠物 邻居依旧不愿意让法官不要承认这份证明 结果法官直接敲板批准了 莱莱顺利留在了杰克家 他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饲养莱莱 跟她生活在一起 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由于莱莱不喜欢上台表演 大家也没有强迫她 他们告别魔术师 准备好好去度个假庆祝一番 杰克一家四口其乐隆隆 在车上快乐地唱着歌 向着他们的幸福出发